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英国国舍舰 因为这个目前我感觉在这个YouTube channel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华人频道做了如何在英国上 给汽车做这个车检的视频啊 所以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 因为正好赶上了我今天的这个车需要这个年检嘛 然后英国的话在英国这边年检叫MOT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来的这个车市中心啊 这个车市中心的名字叫那个Quickfeet 是一个英国比较大的一个连锁店 这个是他们的名字 然后你是不能进入这个检查车间的 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小电视看到这个他们正给你检车的这个画面 然后我刚开的车被升上去了 现在被降下来应该是检查一些底盘还有悬挂还有这个油路 然后下一步应该是最后一步就是检查这个位器 因为那个引擎盖已经被盖上了 然后我估计我的车大概还有十几分钟才能剪完 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在英国如果你要检车的话是一个什么流程 第一步呢你把车开心的时候 还要检查你的车架号 车架号要和你的行车正常对上 然后第二步检查你的牌照 牌照比日晚很无损的 第三步是检查你的车灯 车灯要足够明亮 然后也不能这个偏 灯光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第四步检查的是这个转向和悬挂 转向机要好用啊 不能漏有悬挂的话不能有异响 然后下一步是检查雨刷和雨刷喷水 下一步是检查这个挡风玻璃 检查喇叭 检查安全带 检查座椅 检查供油系统 检查排放 检查车身 检查车门 检查护士镜 检查轮胎和轮骨 检查刹车 这个就是在英国做车检的全部的一个流程 然后在英国做车检 不一定非要去指定的英国的车检中心 它当然有 但是全国都说了有限 你可以去任何一些有自治的garage 你像这个地方就是它主要是修车和轮胎的 但是它也可以给这个大家做这个车检 所以说不一定要去英国指定的检车的地方 然后英国的话如果是新购买的汽车 前三年是不需要做车检的 从第三年开始每一年都要检一次 经过半个小时的检啊 检了好久啊 总算是过了啊 今年又过了一年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明年再说吧 一切顺利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给我的一些文件啊 第一封信就是这个quickfit给我的感谢信啊 就是感谢我这个用他们的service 然后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带联系 所以这个没什么用啊 咱们往后看 下一部分就是最重要的啊 下一个部分就是你的那个MOT车检的这个报告单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过pass 就是过了 然后我下一次检测的极限日期是2021年的1月5号啊 也就是说我这台车每年的1月5号是需要车检的 但是你可以提前28天每年啊 就是进行车检 第一页就是这样的啊 下面咱们看一下第二页 第二页是这个smoke test 就是这个尾气的测验啊 然后我最后的这个平均值是0.08 嗯 然后在英国是一个通过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在英国检测的一个大概的流程啊 如果大家在英国检测遇到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和我留言啊 我能帮到大家的一定会帮到大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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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这个 中文是对应的声音 反正就是特别一种特别特别的灰啊 然后 the front bumper is like glossy um susig isn't it gloss black gloss black yeah and the private number plate yeah it's falling off the gel is that is that legal to put um should be legal oh i think it's the 4D ones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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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ot 990 Dio was born L is my middle name and then surname Woodward That's why 就是为什么这个车牌是那个四人车 因为S是那个我朋友的名字 朋友的首字母啊 Skot 99年是他出生的年份 L是他的那个中间的名字 W是他的那个surname 是他的姓名 然后看一下他车的后面 Dio exhaust 哇 That is cool 那里面的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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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厚度 因为身体也看得多了 那里面的车子 你还改了那里面 那里面的车子 那里面的车子 我朋友就是做了一个底盘的改装 然后加了一个轮子和轴承之间的一个电片 让这个轮子更宽 然后加了一个低的避震器 前后都做了 你的车是真的好 有更多部分 有更多部分都出现 哦 枯杆架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朋友这个 他买的这个是二手的 但是是非常高端的这个刹车卡钳 Brembo 那是一个brand 那是 我的brake是brambo brick pad 不是caliper 那整个caliper是brambo 所以这个所有的刹车肯定是brambo的 意大利的品牌 是是从意大利吗 意大利的brambo 是吗 我不确实 我感觉 他们是正常的caliper 我将继续他们 所以我朋友要把这个刹车卡钱换掉 然后他这个刹车线要那种金属的更强壮的线 那是什么呢?那是一扇车线,那是一扇车线 你来到这里,看 是一扇车线吗? 是一扇车线,但它是一扇车线 它是一扇车线,但你必须拔它 你必须拔它 我喜欢这车线的车线 你改造了一扇车线的车线 是的 哇,OK,我会感觉一下 是一扇车线吗? 是的,同样 OK,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台车的运动座椅 我坐一下,它让我感觉一下 Oh my god 它是像捞着你,你不会移到任何地方 这个感觉就像是把你绑在那个座椅上 是这台车线吗? 我认为在下层线,你会改造座椅吗? 对,你必须拔到后面的座椅 对,你必须拔到后面的座椅 对,你必须拔到那种 那是法律的吗? 是法律的 是法律的 这个颜色,他们只做了50颜色 整个英国的颜色 比较低于我的 BMW 比较大 对,你不买的 BMW 不买了 你会比较在哪里的车线 是吧 是吧 你很适合我 你愿意拔到我去车吗? 不 不 当然 我愿意拔到你 不 我愿意拔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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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拔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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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